整年一直說一直行就會運來什麼解放軍 大陸每天我們都有直行啊 也沒有解放軍來啊 那全部都是騙人的嘛 你看這個政黨從一開始就在騙 一直騙 愛騙 有年輕人熱血挺寒拍攝影片 把民進黨執政喊出的口號一一用邏輯打臉 1450在貼一些抹黑的文 你明明知道的不對 你一定要在下方留你打的這個是謊言 所以當你有回覆這個 那個人在看的時候他可能點下去 怎麼上面寫 你再說謊證據請拿出來 他可能就會覺得 這有可能不是真的 網路名稱叫韓國人的這一名年輕人 今年才29歲 平常在街頭表演花式打鼓 也同時拍攝網路影片 還曾上過節目 命運在我家 有freestyle嗎 沒有 搞笑出演綜藝節目 這次改拍影片打擊1450 卻因為不滿韓國瑜不斷被抹黑打擊 他願意去跟大家去談 這次跟蔡英文現在有一點半鎖國的狀態 是差非常多的 還有這兩位美女姐妹花也在臉書PO文 為了北上新竹請韓 當天弄到凌晨2點半才回到家 兩姐妹說韓國瑜上任後高雄真的變好了 住在高雄的兩姐妹平時從事美甲師兼新娘秘書的工作 從韓市長選錢之夜就開始關注她 發現她執行力強因此成為鐵粉 儘管居住地區在深綠票倉仍然不影響他們力挺韓國瑜的心 結果現在的學生方都會報道